出來走走 綜藝口氣感覺是蠻好的 但是別忘了出門還是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對 沒錯 那麼雖然今天有三例的境外移路 不過還好 今天是第20天 台灣沒有本土性的案例 這是好消息啊 那麼請各位你出去抒發你的身心 到外面走走 要記住 千萬還是要把口罩戴上 因為我發現有好多的媽媽 尤其戴著很多小朋友 他們開始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戴口罩 可能天氣熱 也有天氣熱 天氣熱也是一個辦法 戴不住了 最近五月還是把它戴上一下 那事實上中國除了這個 他們現在已經漸漸的 把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慢慢的希望大家 他們已經頒布一個 說在什麼條件之下 可以不戴口罩了 你看單單那個五一長假 一億多的人在各大風景 卻這樣流動 不力要恐怖 可是你也不要忘記一件事 之前金門又飄來了一隻病死豬 結果沒想到一驗還是有非洲病毒 所以它的非洲病毒的 這個病毒在中國沒有消失 對 在豬肉身上沒有消失 然後呢 之前有鼠疫 現在又一個東西 其實以前就有 它這一次魚精為裂 為什麼呢 中國沿海有11個省 來了不明的 甲殼類的不明病毒 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 蝦子的螃蟹都會死掉 那這種病毒對不對 被稱為十足木 紅彩病毒 跟各位解釋一下 什麼叫十足木 我們的蝦子 我們的龍蝦 包括我們的螃蟹 都是一隻腳 都是 走來走去的是十隻腳 所以它們叫做十足木 紅彩病毒 那這種病毒的 沒有可以 跟這個武漢病毒一樣 沒有可以 蝦子感染了以後 它顏色變紅 你知道蝦子煮熟了就變紅對不對 對 它不需要煮熟 它就變紅 紅變軟 軟了以後整個沉到 沉到這個下面中細 一隻腳直接丟有沒有 整個撞到 撞到之後就中細 你知道嗎 然後不像傳染 因為你不知道病毒 它每一屆是怎麼樣 不知道傳傳傳 中細 所以通常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就必須要馬上把水抽乾 馬上這個地方全部都隔離 目前不會傳染給人類 但誰知道 為什麼呢 拜託 潛流感本來也說 不會傳染給人類 後來變種又突變 會不會傳染給人類 希望不要 要不然是太可怕了 那麼講完這個 在這個對岸中 當然有人問 那會不會傳染給台灣 我們現在對這樣的是 守官 把守得非常嚴格 怕走私 對 怕走私進來 所以海巡署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要讓他進來 不然台灣就 我們的這個蝦蟹就完蛋了 那除此之外 好消息 今年第一位透露 我今年屏東4月16號 東港拍賣 今年第一尾的黑鮪魚 那麼黑鮪魚劑已經十幾年了 那麼蘇嘉全 前立法院院院長蘇嘉全 做屏東館館 創立了這個黑鮪魚劑 黑鮪魚劑很多人都去 第一尾 就是大家一定要來看的 那拍賣 今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沒有很多很多人來了 那拍賣的結果 不錯 為什麼呢 本來以為會受到疫情的這個影響啊 那麼從一斤三千塊開始拍 拍到最後竟然是每公斤九千塊 打破了去年的紀錄 所以是一件好事情 為什麼呢 總是這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結果沒想到一公斤 九千塊已經太多了 對 來跟南方澳四月二十五號 南方澳以後也是第一尾這個黑鮪魚拍賣 結果呢 每公斤一萬塊得標 哇 多一千耶 哇 不得了了 你一直破紀錄了 不過事實上呢 得標的這兩尾黑鮪魚 都按摩就對了 都跟一個就對了 都跟一個人 不過這位先生 我倒是蠻欽佩他了 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是會來這個 在屏東也好 在這個南方澳也好 原來啊 其實他是宜蘭人 那他當年考上了屏東農專 沒錢賺錢 沒錢賺錢 當時宜蘭的新議會議員 郭雨昕先生 跟宜蘭的企業家林登先生 資助了2500塊的學費給他 後來他來讀書了以後 還半光半讀喔 還跑到餐廳去幫人家打掃幹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樣我就晚上可以睡在這個餐廳 餐廳說你幫我打掃 那給你睡沒關係啊 又省了住宿費 然後還要再去打工啊幹什麼 還要接兩個這個外面打工 因為這樣子完成學費 所以他是很了不起 因為這樣了以後 所以呢 他後來就來協助自己的家鄉 跟自己曾經在這個地方 讀書過的屏東農專 這個屏東這個地方來不要淨 不要喝過雨啊 那當然另外一件事情 更好笑了為什麼呢 行政院的副院長陳其邁呢 他們第一次上這個購物台嘛 來推銷這個龍虎石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石斑魚很多 養殖了以後呢 那麼都要行銷到中國去 行銷到很多地方去 這陣子不是說大家都所來所去的嗎 影響到 產地的龍虎都沒人去嘛 那怎麼辦呢 那麼陳其邁他們就上這個 比如說購物台來推銷 然後要煮好的 要示範怎麼吃 那天最好笑的 那麼大家最多人看的是什麼 主持人問他說 這個有關於這個龍虎石斑怎樣 他吃到說 我還在吃你稍等一下 有這麼好笑 這麼好笑 賣完了 你知道嗎 現在就跟我們的中間聯情 疫情中心的陳時中部長一樣 賣錢有沒有 拿杯子出來 那天等於說歸零的時候呢 有歸零膏 然後呢 那麼蔡英文總統送個杯子 全部都賣光光 那現在呢 連陳其邁去賣龍虎石斑也賣光光 不過站在為農民跟漁民的這個發聲啊 幫他們製造相關的這個生意 我個人覺得非常棒的一個idea